讲点不一样的 讲点平常你听不到的REX继续为你言说一切 大家看到这期标题有个SP 这个SP是啥玩意儿呢 就是特别版Special嘛 对吧 那么特别在哪呢 这期节目至少有一点就非常特别 最大的特别之处可能就是 本期节目当中会出现REX之外的声音 因为这个演讲录一直都是我自己在说 那么这次就会有别人的声音出现了 但是并不是说谁跟我一块做节目 而是我邀请了很多人过来跟我做节目 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活动 是在某平台上我们征集声音 说出你心中的莎士比亚 这个活动是跟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合作的 他们那有一个戏 有一个戏剧演出 叫做莎士比亚全集浓缩版 这个戏我看过 10年前我看过 好久远好久 但是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特别棒 他们三个演员 就把整个莎士比亚全集成给演了一遍 叹为观止 正好我在某平台上面有这么一个收费节目 就是讲莎士比亚的所有的戏 都是跟莎士比亚有关 跟莎士比亚有缘 那么我们就凑一块堆了 所以就跟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合作 搞了这么一个活动 我们做声音征集 说出你心中的莎士比亚 从11月5号到20号 这一共是 这加上5号应该16天 这个16天的时间 征集期 到现在这个征集期是已经结束了 确实有朋友来给我发来他们的录音 而且情真意切 真的是说出了他们心中的莎士比亚 想讲的是都是他们跟莎士比亚怎么结缘 然后他们对莎士比亚的理解 他们对莎士比亚的感觉 他们这个心中其实有些说的可能都不是莎士比亚了 都是说他们自己的真情实感 非常非常的好 我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所以咱们这期呢 这个SP你看啊 我也没有加标号 就是说一个声音剪辑版的 就是演讲录特别版啊 就是给大家一个平台 让大家声音能够表达出来 当然了各位参加活动 表达这个新生不是白表达啊 就是这个莎士比亚全集浓缩版的这个演出啊 11月25号26号 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这个门票啊 今天能上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 都会有机会获得这个门票 当然你在外地的话 我只能给你寄一个纪念品了 而我联系了能来北京的朋友们呢 都将获得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 这个莎士比亚全集浓缩版演出的这个门票 两张啊 一人两张 好吧 闲言少叙咱们听一听 针对这个莎士比亚啊 这朋友们都说了些什么 小的时候最早接触莎士比亚的时候呢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莎士比亚的这个名字 莎士比亚 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实在是太美了 太好听了 太英国了 就好像茶馆里面小流麻子的那一句 人家不说好 人家说好 特别有洋味 反正我就觉得就冲那名字 他就得是一个大文豪 再大一点呢 读他的十字行诗 不过老实讲这个十字行诗倒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 可能就是因为像我这一代人从小就是五颜啊 七律啊 听着中国的这种诗词歌赋成长起来的人 对于这个那么长的句子也叫做诗的文学听起来不大习惯吧 再有呢就是看他的电影就是由莎士比亚的戏剧而改编制作的电影 我记得那个时候最播放频率最高的吧 好像叫做王子复仇记 是由上瘾场抑制的 说老实话是不大爱看 因为那时候岁数小 也听不懂里面人在说什么 你说你复仇 你要杀谁 要宰谁 你赶紧麻烈了吧 他不解 他一天到晚自言自语 坐上跟着神经病一样 后来的哥们还挺惨 决斗赢了 自己还给毒死了 反正总的来说呢 就是没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 以及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角度的增多呢 我慢慢觉得应该补上这一课 莎士比亚是西方文学里面 几乎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类吧 我觉得文学是没有国界的 包括艺术也是这样 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美的东西都是有共通的东西的 就像当初这个 我听刘新武在讲《红楼梦》的时候呢 他的一个关键我特别认同 就是说 他说我说的不一定是对的 也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由于听了我讲《红楼梦》 而对《红楼梦》这本书产生兴趣 而自己去看的话 那我就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上讲 我觉得老崔这次做的这件事呢 非常有意义 支持你 谢谢 谢谢 谢谢这位叫做 Leo YNG的这位朋友 凭什么你的录音就有配乐了 真是 好吧 其实我没配乐 但是对我的支持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温暖 而且说出了我做这节目的初衷 我并不是说我对莎士比亚 就了解的多熟悉 包括我们演讲录也是 并不是说我说的这些话题 我讲的这些内容 就多么多么牛 这个就是多么多么有价值 怎么样的 咱们专门有期节目 咱们还说过这事 我的作用就在于说 我讲了这东西 你没怎么听过这东西 但一听 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话 你就感兴趣了 然后你自己就会去了解的更多 那我就算是发挥了我的价值了 发获得余热了 好吧 看来大家跟莎士比亚多多少少都还会有点联系 因为这个大文豪嘛 总是你会碰到他 当然每个人跟莎士比亚结缘的这个方式可能不同 有的可能就非常的可笑 现在想起来可能觉得可笑 比如说下面这位叫做秋山庆木叶的朋友 刚开始读莎士比亚是因为我的好胜心 因为初一的时候我们的游王老师说 咱班那谁谁谁好厉害啊 他都已经读完了莎士比亚全集 当时正年少 年少就轻狂嘛 就想 那我也要读 于是呢 就开始了这一场目的不纯的读莎士比亚之旅 但是不管你是怎么开始的 那么你总是读进去了 那在日后的某一天 在某一个时刻 说不定你就会突然间就对人生产生了一种感悟 这个时候你想到 哦莎士比亚当年我读的这个内容是这个意思 而他今天真的触动我了 这个体验也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吧 一直到去年外祖父去世 从刚开始的街道消息 到后面赶回家 参加完所有的流程 远房亲戚啊 朋友都走完 看着所有的场景 就忽然想起来 莎士比亚的哈梅雷特中有这样一段话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漠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 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乌鸦的苦难 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 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死了 睡着了 什么都完了 当时就觉得非常的触动 因为之前一直觉得 不管是谁 生前做过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到最后呢 只能和土地为伴 而真正的区别就在于 你这个之前的行为 影响了多少人 或者是说 在将来会影响多少人 而一直觉得就是 这应该是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价值 也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的方向 但是在那一瞬间就觉得 好像也并不是这个样子 生存或者是毁灭 这都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 反抗也好 忍受也好 都只是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状态 等到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等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所有的荣誉呀 所有的屈辱呀 都会消失 会有人记得你 也会有人受到你的影响 但是呢 这些变化 只和那些人有关 和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的人 并没有什么关系 哎 是啊 亲戚或愚悲 他人亦以各 死去何所到 脱体同山蛾 死了人就是一了百了 这个什么都完了 那么生存还是毁灭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那么很多朋友 跟莎士比亚的情缘 都是从一部戏而来 不过下面这位朋友 他的这个情缘 是比较奇怪的 我们来听一下 Relative Your name is woman 这一句我记得意思是 女人啊 你的名字叫软弱 这个句子我是怎么听到的呢 其实 这是我看基督山手记的时候听到 就是 大众马写的那一部 基督山手记里面 那这基督山手记 也是我和莎士比亚中 结缘最多的 一词 我在里面 如今想起来 我在里面看到了 许许多多的 大众马 关于莎士比亚的一些 非常有趣的条段 这位叫做 惊年陶可2307的朋友 非常有意思啊 他前面说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引申到基督山恩仇录 好吧 他一共这段话 说了九分钟 在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讲基督山恩仇录 给我把这故事都讲了一遍 这是挺有意思的 但是很奇怪 他跟莎士比亚的青年 居然是跟大众马 跟基督山伯爵 居然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我还是真是 头一次听到的 这只能说伟大的文学家 大文豪之间的 也都是互相影响的 从故事情节 桥段 一些台词什么的 都在互相致敬 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 但是各位朋友提到的 跟莎士比亚结缘 一开始结缘 说的最多的一部戏 居然是威尼斯商人 他们对威尼斯商人 是怎么看的呢 我心中的莎士比亚 一看到这个标题 就会想到 我与莎士比亚最早的接触 应该是高中语文课本上的 一篇课文 威尼斯商人 威尼斯商人初步接触 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我对他最大的印象就是 被这篇课文里面 巴西亚的智慧机制所折服 还有商人安通尼奥的善良 他与巴西亚尼奥之间的友谊 然后还有犹太人夏洛克的宁舍 这些都是我对这部戏剧 最初的印象 这部戏其实说起来 离现在已经有几百年了 但是我觉得 莎士比亚能在几百年前 写出这样一部戏剧 让几百年后的 我有这样的思考 我觉得它 是非常非常的先进的 我不知道他写这部戏的初衷 到底是为了赞赏友谊 歌颂爱情还是贬低高利者的狡猾 但是我从这部戏中的体会 就是我觉得莎士比亚太伟大了 就是在几百年前 他能够意识到这种不平等 基督教跟犹太教 大多数人跟少数人的不平等 我觉得我看完这部戏 真的是被夏洛克感动了 因为他对自己信仰的坚持 他对自己至尊的要求 最后他为了生存 不得不改信基督教时 那种眼神的茫然空洞 其实我还是看出了 他类型对于他自己 类型信仰的追求和坚持的 所以我心目中的莎士比亚 我就最想说的就是 关于威力士商人这部戏 我跟一般大众不同的一点感想 这位思韵SA这位朋友 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 我是把中间太段给他截了 因为他讲的话比较长 但是他中间的观点 其实就在说 大家都在说夏洛克 多么多么的狡猾 贪婪如何如何 但是这是站在对犹太人的 这样一个歧视的角度上来说的 而且对商人的歧视 你站在夏洛克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话 那就是他有他的一个立场 对吧 所以很多人说 说威力士商人哪是喜剧了 这明明是悲剧 因为你站在夏洛克的角度来说 那就是一场悲剧 所以他这个观点 是从相反的角度来看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非常好 这都是大家自己的真情实感 而不是去说 去听别人说人云亦云 别人说这个是一个喜剧 这里边讲的什么东西 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试了 对吧 因为人长大了之后 后来不用考试的话 就不用按这个标准档案去 回答那些东西的话 有一些事情 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这就非常好 其实我以前对莎士比亚印象 并不是太好 主要是因为他的威尼斯商人 这里面的大反派就是夏洛特 这个犹太人放高利贷的商人 非常非常的邪恶 当时我都在想 这不是其实犹太人吗 所以刚开始是并不是很喜欢他 但后来慢慢了解了解 发现其实莎士比亚并没有我想那么简单 或许这就是莎士比亚非常极特的魅力吧 你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看过他的作品 读过他的戏剧 但是你觉得很轻易的就判断了莎士比亚 他是一个怎样怎样的人 你认为他怎样怎样 但后来过几年之后 你可能会发现 他和你讲的其实有一点不一样 我发现了很多朋友对莎士比亚 其实都属于路转粉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一开始就是一个路人 路人甲路人蚁 莎士比亚跟我没有毛的关系 到后来确实开始理解到他 对他有所感悟 才开始觉得确实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 我觉得这样的经历非常好 因为他是完全是自己的一个体会 是用自己的用心去理解 然后才获得了这样的一种观点 这观点可能跟别人不一样 但是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从里面看到了我们自己内心所思所想 我觉得这就是莎士比亚 可以被向各个方向解读 他的一个丰富性的一个体现 还有的朋友非常专业 在他们面前 我就觉得我是在半门弄斧 跟我讲了很多 莎士比亚的语言方面的一些问题 咱们刚才说的都是一些体会 都是从文学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但是从语言角度来说的话 确实莎士比亚本身就是个语言大师 他这个用词怎么样精妙 很多这个事情 这个多妙我们 就是如果英语不是很好的话 隔着一层 可能理解不了这些事情 但这位朋友啊 大大奏同学 是不是就是学英美文学 还是怎么着 就再跟我说 你不要说他给我举的例子都是 像理查二世 里面的诗的语言 或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他对英语世界的一些贡献 跟我提到说 在哪部戏里边说啊 这里边骂人的这个方法 就有50多种 我的天呢 而且还给我推荐了 这个关于莎士比亚的一些 这个因为今年 莎士比亚世是400周年嘛 所以有很多有关他的纪录片 还有一些那个电视剧啊 或者什么东西 特别丰富啊 我真的是要感谢这位大大套同学 最后甚至还给我朗诵了一首诗 这个因为他那段录音太长了啊 我就不在这儿节那么长的东西 一一来说这个东西 就是我转述了一下 我最后节他的一段 节什么呢 就是我在那个活动里边 我提了一句啊 就是说我在那个 就收费节目的前面有个片头啊 就是让大家猜一猜我这片头里边 说了多少段的这个台词啊 这个片头是这样的啊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whether it is nobel 就是这么一段片话啊 我这没什么配乐啊 完全都是用我的人生来处理的啊 是简单采取了一个 这几段台词的一个叠价的这么一个手法啊 稍微动了点东西 就让大家猜 这里边到底有几句台词啊 那么听听大家是怎么猜的吧 先从刚才说的这位 这个很专业的大大套同学开始 就是Rex不是说可以说一下 他的那个片头做的那个剧吗 我听了一下 我觉得好像这还是挺挺挺挺简单的 就是 Oh Romeo wherefore I love Romeo 就是出自这个罗密尔的主力业 其实那段话里面 我更喜欢的一句是 A rose by another name 不 smell as sweet 然后这是第一个 然后后边好记得还有 还有哈姆雷特里面的一句话吧 To be or not to be 这个很出名的 然后还有就是 The seven stages of a man 出自这个 这个married wives of Windsor The world is a stage And all men and women are a million players 是那一段 好像就是大概就是这么几个吧 大大套同学很专业啊 这个包括前面说 Romeo Romeo那个台词 说更喜欢的是另外一句 说那个玫瑰 那个名字的那个那句 那句我也很喜欢啊 不过回头我们讲 Romeo与朱莉叶的时候 我们再说这个事 但是呢 大大套同学 你大意了 漏掉了一句 错掉了一句 那么到底是漏了哪个 错了哪个 我们先听听 另外一位朋友 是怎么说的 首先说一下 我在你 讲莎士比亚 开头时说的几句台词吧 我对莎士比亚了解的 真的是不多 我只听懂了三句 第一句 虽然是 To be or not to be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出自 哈姆雷特里面的台词 第二句呢 则是 罗米欧嘛 罗米欧与朱莉叶 啊 剩下一句 则是 Relative Your name is woman 这一句 我记得意思是 女人啊 你的名字叫软弱 今年桃口同学 这已经很接近了啊 这很接近正确答案 但还是有一句 有偏差 好 下面我们要放正确答案了啊 这个我就不说了啊 我借另外一位朋友的回答 来直接放正确答案了 RX每一集开头 稍微戏剧的经典台词 分别出自哪里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这是出自 哈姆雷特 Oh Romeo Romeo Wherefore Arthur Romeo 这当然是 罗米欧与朱莉叶了 All the world stage And all men and women 世界皆是舞台 男人和女人 只演员而已 是沙温的四大喜剧之一 皆大欢喜 Fraughty That name is a woman 这是出自哈姆雷特 我只听到这么 Bingo 这位Daisy UK同学 完全正确啊 看着UK 就跟UK有关系啊 向Daisy UK同学 提出表扬啊 这个其实不是 我表扬他啊 他还在表扬我啊 这个 咱们狮子座臭屁嘛 咱就臭屁一回 这个深情的表扬 与自我表扬 咱们来上一回 听听人家是怎么夸我的 我不得不说 Rex讲得很吸引人 他绝不是教科书式的 枯燥的说教 也不是天马行空的瞎扯 他有他独特的视角 带我们去认识这样一个人 一段历史 我向来很欣赏那些 打破常规思路 观点吸引独到的人 Rex就是这样一个人 更何况 他的声音真的极富有磁性 我相信Rex对于这些故事 是做过深入分析和研究的 他有另一个音频节目 演讲录 就是天马行空 什么主题都讲 但是这个 我和沙温的365天 就专门讲 沙温和他的戏剧作品 所以他是真的花时间和研究 他是真的花时间 研究和提炼的 况且Rex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 所以知识就是力量 时间就是财富 我们应该支持他 哎呀 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谢谢支持 谢谢支持 无以为报 好好做节目 好吧 以上我用到声音的这些朋友们 我都已经联系过了 该送的戏票也已经送出去了 有朋友外地赶不过来 我也会寄出纪念品 这次算是我做了一个这个尝试吧 就是一次活动啊 这个看看跟大家怎么互动 今后看看有时间的话 咱们再整点有意思的活动 跟大家一起来玩耍起来 好 这次这个说出你心中的莎士比亚 这个活动算是告一段落啊 但是这个演出还没开始呢 这个11月25号26号 欢迎大家有时间的话 去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去看这个莎士比亚全集 浓缩版的这个演出 我保证大家不会后悔 这个我对于我喜欢的戏 从来是不吝惜推荐的 像当初我推荐那个 以色列来的戏安魂曲 还有一个是 英国的那个 壁虎剧团的那个外套 我到现在我都可以 把名字说出来 然后给大家推荐 我从不轻易给大家推荐戏 我推荐的一定是 我觉得特别好看的戏 天桥艺术中心这个地方 它是个演出界 关于莎士比亚的戏 除了这个莎士比亚全集之外 下个月还有 罗密欧与朱利越 法国来的音乐剧演出 而且去那儿还有一个 有关于莎士比亚的一个展览 叫 The Complete Walk of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全集 本来应该是 The Complete Work of Shakespeare 对吧 但是它使用的walk 就是在那个 莎士比亚的世界里面 漫步翱翔 这个创意就很不错 这个展览是免费的 有时间大家感兴趣可以去 再次感谢这个参加活动的朋友们 对刚才那位还有一位朋友说是 从广东要专门飞到北京来去看这个戏 哎呀 我感动的这个眼泪滑滑的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逐渐的跟我互动起来 我光我在这一张嘴在这说节目 实在是很孤单啊 朋友们 那么欢迎大家来我的一亩三分地跟我聊天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轩原十四工作室 来这里边可以吐槽 可以尽情的 还是那一词玩耍起来 好吧 这一期特别节目 这个相当于一个蝎子插进来 我们就说到这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感谢观看